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重回中心化业务 让他的追随者们都处于惊恶的状态 同时也出现了惊人的喜悦 很明显 王一博每天都过着低调的生活 然而 如果他努力创建一个企业 结果将是非常密集的 货架上堆满了散装的小电影 个别电台一天更星期八次 就算要出去做生意 也一天都停不下来 因为新材料的产量很高 是王一博的模式 看得出来我们已经开始习惯这个节拍了 涌入会场的大批忠实追随者 被意想不到的转折吓了一跳 纷纷留言回应 一不留神 就会被王一博的多条信息汇合在一起 让人一头雾水 一天之内 王一博不知道用了多少次热搜 我的印象是 他一整天都在从事网上活动 看起来心情不错 首先 宣布王一博与月华的劳动合同 延长至2026年 让我们沿着话路继续前行 直至到达目的地 信息既是福也是货 前期靠韩庚 后期靠王一博的双文 男主羡慕画子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对了 我成了第一家上市的一人竞技股 谁不是这个女主的粉丝 其次 每周六都是嘻哈第五季的开始 有可能再次吸引人 好久没看到王一博跳舞了 真的很怀念 但是 王一博负责那项工作 冰玉或一炮而红 直接登上了热搜榜首 粉丝们最初感到困惑 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不了解程序的节奏 他们认为他们在操作风扇 并认为他们同时在阻挡武器 看来此时根本没有这些程序 目前可获得的信息显示 该节目现在由32集组成 而不是原来的24集 甚至有报道说10号发证书 可能818播出 说白了 只要有动静 就是积极的发展 它甚至不简单 最后一张 是王一博的机场图 这时候公然接机的粉丝也不少 战姐拍出来的画面真的很吸引人 出来做生意的王一博 可能是在外出期间养成了一些生疏的习惯 他一下车 就刻意保持镇定 因为围观的人太多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的口袋一转两次 转了三四次 虽然他的长相很好 但他的喜剧滑稽动作完全盖过了他 你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吗 怎么可能 接下来的行程会更加密集 我们见到王一博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嘻哈和红毯秀最终都会到场 我迫不及待地想见你 你这个精致的小伙子 请快点来 到时候你会发现 王一博一出现 娱乐圈就活跃起来了 杂志封面 全新代言公告 电影节 各种影视全面宣传 哦 新鲜感十足的王一博 换届阶段 王一博低调的决定 让你们俩都很难见面 如果他主动去创业 他会发现自己措手不及 过于集中 过于密集 除此之外 不可否认 今天的王一博更加真实 他没有偶像系列的酷炫形象 而是有着更加接得气的善良可爱的外表 已经确定 此人确实是真正的王一博 王一博这几年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众对他的才华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他的国籍和知名度开始飙升 公众对其历史的认知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不那么突出 人们被他们的活力 力量和魅力所吸引 经常上热搜 过去是多么的低调 现在打开的时候是多么的欢乐 王一博的好消息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在街舞计划于美 周六晚上八点整开始直播之后 王一博嘻哈漫画风海报现身 一个街头小火头戴红色毛那帽 印花衬衫搭配白T 红色工装裤 嘻哈长裤 走出来炸街 王一博一打开屏幕 娱乐圈就震动了三下 真的很时髦很时髦 穿上他的男人自己也很时髦 有多少年轻女子在讨好他 有多少人在盯着他看 他的人气几乎是瞬间飙升 也几乎是瞬间就获得了关注 获得满分swap的王一博一脸淡然 展现出对嘻哈美学的深谙 看看王一博就知道什么是嘻哈 王一博不仅拥有独一无二的体质优势 还拥有独一无二的三维舞观感 让他轻松驾驭多种穿搭风格 赋予他独一无二的气质 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王一博建议 八月份 对街舞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一边看第五季节目 一边磨练舞蹈功底 简短的信息以相当对话的风格写成 给读者的印象是王一博即将开业 好久不现 王一博 你低调了半年多 终于期待你的综艺和作品了 好期待啊 好久不现 除了海报的发布和嘻哈的正式宣言 王一博的作品也陆续开启了预热模式 在微博电影之夜 王一博的三部作品热烈 无名 我和我的青春被纳入网络宣传 即将举行的微博之夜 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而即将举行的 也是很多人期待的微博之夜 也即将到来 很快发生 目前已发行三部作品的王一博 有望参与此次活动 即将播出的节奏在这里至关重要 令人兴奋的事情将在下半年发生 我们不能等待它的到来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出 以前的王一博是一个多么低调的人了 剧组开始拍摄了五个月 之后他们再次加入剧组 我们很幸运 有几个路透社出现 这时我们有可能偶尔见到他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场合看到我 我不禁欣喜若狂 综艺节目一开播 王一博和嘻哈都冲上了热搜榜首 分明与时间可以带来美好 也分明大众对他的喜爱越来越浓 今日热搜榜 王一博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时间段 从街舞官宣 王一博发帖叫你看街舞 到街舞海报发布 王一博街舞热烈漫画风 哪个是在线的 然后是微博 此外 王一博的帖子叫你看街舞 也登上了今日热搜榜 晚上 王一博三部作品发表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王一博委托娱乐榜 更值得强调的是 冰玉火偷偷冲上热搜 王一博和乐话旭约合作到2026年 在很多人看来 在对比以往综艺节目和电影的宣传 这两个八级不能凑记的问题 引起了热搜 似乎是企图阻挠吃瓜 当我们再次见到王一博时 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引起轰动 因为它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管我以前是多么低调 或者我再次亮相时会多么渴望 大众的潮流和大家喜欢的东西是 最本质的东西 负责吸金最多的王一博 近日娱乐化续约 成为第一支协助艺人经济的股票 不久前 有关月华将在港交所上市的消息浮出水面 四次能否成功上市 一举成名 消息传出后 大批民众前来观摩 作为业内首屈一指的艺人管理 公开发行股票 它无疑将让我们看到可预见的娱乐市场的新兴格局 人们普遍认为 王一博是月华的主要收入来源 超过90%的收入来自艺人管理 只有王一博能够带头 将自己打造成他们当中KPR的重要收入者 月华能抢到才华横溢的王一博 是最大的惊喜 在上市申请中 王一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贡献率高达60% 这表明业务是由一个人维持的 从占据公司半边天开始 考虑到王一博的支持 可能经常出现在重要的财务报告中 你可以想象王一博的拉钱能力有多么强大 《八轮周刊》刊登王一博现象一词 促使王一博背书的投资组合达到其总价值的32% 王一博和安踏成功吸引了全世界对高盛投资的关注 更不用说 在中国已经向公众发布的许多不同品牌 都是真正的稀钱小财神 有多少不同的品牌竟相抢占他的手 您认为幕后的潜在利润是什么? 无论如何 不可否认 王一博是月华娱乐成功在港股上市的重要因素 不幸的是 在最新的招股说明书中 王一博被描述为仍在工作 他似乎不知道如何参与公司的股票发行 同时我们发现 王一博的合同将在2022年10月续约 再延长4年 一直到2026年 消息一出 众多关注王一博的人 纷纷感慨万千 乐此不疲的人都觉得 公司是在利用王一博的名气和人气来压榨利润 而他们成功吸金的事实就说明了一切 对此 有些人持中立立场 毕竟是艺人经济机构 如果成功上市 将成为艺人经济行业的第一股 融资完成后 资本的力量可能会影响现有娱乐市场的发展方向 值得关注 事实上 最近几年的发展速度 对于一个由艺术家经营的公司来说是非常快的 王一博的晋级水准如此之高 前两年的代言数已超过40 可见其市场价值有多大 事实上 乐华也在小步向前 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现 发展和管理有报复的偶像明星 要想发展成更成熟的实体 需要多方面拓宽业务 也需要额外的投资现金才能发展壮大 在很多人看来 最重要的贡献来自王一博 这只是暂时的 乐华娱乐获得融资后 如果成功上市 将能够参与更广泛的商业活动 显然 王一博不会缺资源 总量会更大 你有说话的权利 所以不要毫无根据地发表言论 由于乐华已经经历了十多年 而王一博和他在一起也十多年 他们的友谊本来就比刚成为朋友时更深 他拥有最先进的配置 因为他是公司聘请的第一位顶级艺术家 凡是请尊重王一博的选择 同时期待他作品的出版 嘻哈音乐每周六在线播放 这是该节目的第五季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